大家好,歡迎回到有問必答的環節 這次在我身邊答大家問題 有我們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軟志希,Harry Harry,你好 你好 請問提提大家 如果有任何問題想問Harry的話 歡迎隨時打來204-6566 又或者是發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bschannel.com Harry立即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接通了中小姐 中小姐,你好 你好,你好 麻煩你,那隻渣打怎麼看 我想高低買入價,麻煩你 好,暫時見到渣打 今天168.1的位置 今天做好升超過1% 升2.2 買賣策略應該怎麼訂購 如果看渣打來說 我自己覺得 最近的回升主要來自動力 都是一些技術性反彈 其實本身的業務前景 如果看回市場的一些看法 或是我自己的看法 都看得比較負面一點 先前其實變相發出一個刑警 在一些業務上 特別是在亞太區市場 或者新興市場 其實那個業務都開始走下波 或是一些相關的風險的成本 其實是不斷地提升 如果計算將來的增長動力來說 集團也在那份的業績預告裡說到 可能會輕微下跌 你這樣看的時候 其實本身的股價表現 就算反彈了上去之後 都是一個可能會走低的格局 現階段來說 你純粹從技術因素看圖 就像做了一個原底 但這個原底 其實就不足以令到 大家是我覺得現階段再去搏入 所以現階段來說 我就不建議直接去買渣打 如果搏的話 本身覺得它的股價很低層 你搏一搏的話 就168元 我看到172元 你短搏也可以有少許空間 但問題是 就是你要預測 即是未來的業績 其實有倒退的話 股價表現不會長線做好 好 鍾小姐 還有其他股份想問 有 我想問那隻拖拉機 麻煩你 是 一拖 你有沒有貨的 有六個半買的 好 暫時最緊見到 一拖都有一個支持 今天六個四毫四的位置 暫時靠穩 鍾小姐 應該怎樣補處 六個半 鍾小姐不需要太擔心 正在開這個農村工作會議 其實對於農業科技方面的議題 會再次提及 另外一方面 今次的農村工作會議當中 對一拖的股價 會否一上就上到七元 我覺得本身 未來看的目標價就不會太進取 因為今次其實都會 議題集中在關於環保方面 即是農村的生物科技的一些議題 會比較多 都是說肥田鳥的範疇會比較多 農村科技我相信都會有一些提及 繼續會有扶持政策 放進一務文件來說 一拖年尾年頭都會通常炒一股 先看看 現在六個半買 現在六個四豪三 不用太擔心 會上回六個八這些位置 暫時以六個八的位置 作先行部署 中小姐可以嗎 支持位置 支持位置的話 如果跌到六元以下就止蝕 如果本身整個工作會議 完全沒有提及到農村科技的一些政策 但這個機會都比較低 好啊 可以嗎 謝謝 好啊 多謝你的電話 繼續聽聽下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楊小姐 楊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想請教你 三百零零高追了 五毫半 請問今天上來 請問有沒有機會回家鄉 好啊 暫時見到 今天保利協欣兩個三毫六位置 今天升超過3% 升到7仙 楊小姐你是不是兩個五毫半買入 是呀 好啊 有沒有機會回家鄉 兩個半五毫半不用擔心 其實都很快會回到上去 如果你說太陽能股票來說 其實本身的一些 之前都跌得挺急 我覺得是一些獲利盤的因素居多 如果你說政策面當中 將來都會繼續扶持整個行業 始終都是 如果你說整治大氣污染的一些措施來講 支援風電 支援太陽能 這些會繼續會做 如果你說看回這樣的情勢底下 其實行業就做了好多事情去做 這個所謂的去產能過程的問題 產能過程依然都會困擾住太陽的上游行業 但對比起一年前或兩年前 相關的多精規的價格來講 已經回穩了 對於保利協欣來說 其實都會有一個 著述之處在那裏 我會覺得對於股價的表現來講 不需要一時的下跌 前陣子的結勢都挺凶狠 我想楊小姐也會挺害怕 所以現階段來講 已經是有個回升趨勢在那裏 兩個半號 我半號其實就不需要太擔心 我自己看法來講 都會起碼上去兩個六這些位置 楊小姐行不行 謝謝袁先生 好 多謝楊小姐你的電話 Herry 現在不如回答Email方面的問題 家庭觀眾Amanda 就想問你2688新澳能源方面的情況 就未有貨 想問現在升了那麼多 還可不可以進入 暫時見到 燃氣股方面都有個支持 新澳能源暫時升超過4% 去到56.1的位置 都是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追入的空間還有多大 追入空間不多 因為我看60元左右 其實如果看回新澳能源來講 本身的今日的秋升 主要是有些消息說到 內地的天然氣價格又會上調 發覺位最近剛剛也會澄清 沒有升七成那麼多 其實現在的現階段來說 但天然氣價格 上調的趨勢依然都會在 股價表現來說 我相信會繼續有一股抽升 但水位就不多 始終由大概在42元抽到56元 都是很多的幅度 現階段再追入 我覺得風險挺高 亦都會醞釀回吐的壓力 始終會有些獲利盤 如果過了這個冬天之後 所以我會覺得現階段 就算買我會等到53元52元 到橫行區間才買 急抽上去之後 我都會覺得會有一些回吐出現 好,謝謝Harry 亦都多謝晒仔Amanda你的email Harry,不如關注一下新股方面的情況 相信有很多投資者都在關注 先談談福壽元1448方面 看到今天的表現相當不錯 招股價3.33元的位置 今天最高去過5.54元 暫時升幅收窄回到4.98元 公司的業務比較獨特 可能有很多投資者都心思思想入不入這隻 不過似乎那個業務就比較難評估 其實應該怎樣分析這隻股份 現在你說看回 初步去看福壽元來說 其實本身的業務的確挺獨特的 本身如果你說看回 內地的一些關於做務員 或是殯儀行業的一些股份來說 市場上都不是找到多少隻 很少也就是所謂的銷售業務獨特的概念 所以你會看到它的股價表現 真的抽升得很厲害 現階段來說 可能很多家庭觀眾看到它 本身都升得很厲害 會不會看到上去6元7元的位置 我便奉勸大家可能要冷靜下來 因為本身我都會看回 就算業務多獨特也好 要看回它的盈利基礎 現在暫時看回大概是半年那份業績 根據招股文件就賺1億多錢 其實如果你說計算P.E 我當它是下半年賺3億左右 其實都是計算30-40倍P.E 如果你說做回內地的務員 或者是本身的殯儀行業來說 集團的毛利率都挺高 但是如果你說看回 毛利率較為高的部分 做殯儀方面的部分 其實殯儀服務的毛利率是最高的 但佔收入佔比 只有一成多 主要都是做毛利率比較低的 一個務員的服務 暫時去看回 我覺得始終都是炒一個新股行程的機會比較大 所以現階段來說 我就不建議是現階段15元去追入 也都回吐完之後炒半新股行程的時候 大家才留意這股份 不好 Harrie 見到有家庭觀眾 亦都是關注新股的情況 電話旁邊就接通了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早晨 我的毛員是在澆洲的100千股 我高位的孤導員 現在如航埔部署 怎麼看 會不會是再上 因為它是全國性四屆 四屆這些賺死人錢是很好賺的 好 家庭觀眾就抽到新股8千股 見到升幅收窄回到4.97元 會不會有機會再有一番炒相 李小姐你都拿多少錢去抽 8千股都很厲害 本身其實如果你說這股份來說 剛才分析了大輪 我自己覺得盈利基礎是會在 但問題是值不值這麼高的PE 現在現階段來說 今天的勢頭或行程主要是在炒供求關係 所以令到股價上去五個半以上 但現階段來說 我覺得如果你給我的話 有8千股 我就先拿了4千股的profit 即是本身沽了一半 而鎖定了一定的利潤 暫時去看 本身是否值40倍PE 我又會覺得現在的PE 是等於騰訊那些股值的話 本身就不是太值的 如果你說看盈利基礎 你看募員來說 或是本身未來的發展勢頭來說 這股份又不是那麼大 現在如果抽升到五元以上的位置 是不是賺一億就有100億的市值 一隻公司來說 本身是挺貴的 所以我會建議你 例如你看五元或五元零半這些位置 你先沽了一半 起碼我都會覺得 如果你看好行業的發展 亦或是它的募利率都做得挺高 另外那一半就看看股價發展再作定斷 好啊 行不行 黎小姐 我現在是分甚麼位置沽 要看看會否說五元的位置沽不沽到 其實如果你說4.95元 現價都不是差很遠 差了幾百元 我都建議你 就是現階段 因為今天主要是炒的供求 我怕新股行程始終都是炒一兩天 尤其是這些股份 明天有光大上市 你又不知道市況怎樣走的話 我始終都會建議 這些別禁hit的股份 鎖定了一定的利潤 才再作定斷 好啊 李小姐還有其他股份上吻 我看完和黃一下 有沒有貨的呢 和黃 100元零五千 有兩千 好啊 抱歉 福壽員 就算是495顧都可以 是呀 你都賺了很多錢 其實本身 好啊 談談和黃方面的情況 就是103.3元的位置 李小姐方面都有少少利潤在手 應該怎樣部署 如果你說看和黃來說 我中線看8.1元 但本身沒有那麼快到 早上有回答過 另外的衛嘉年觀眾 大概是100元買的 其實如果你看和黃的走勢 主要是屈臣市的分冊 股價表現應該會有一定的穩陣程度 你分冊的屈臣市的估值上 都說是1700至2000億港元 看看它出來究竟是1700至2000億 看看股價上會有個定段 市場會繼續反映到股價上 你這樣去看的時候 對於和黃的股價來說 我覺得放長線釣大魚會好一點 其實本身你現階段去沽的話 我覺得利潤空間 或者你本身落的本來講 回報率不是很高 我會放中線 看看本身明年去到大概是3月 這隻要放中線 3月來講 出了業績之後 股價可能會再機會有一個抽升 謝謝Harry 也多謝李小姐你的電話 Harry 還有一點時間 不如也關注另外一隻 表現得相當之好的新股 五百六海螺創業方面 股價13.56 現在去到16.98的位置 最高去過17.66 公司好像有一點節能環保的概念 股價方面又如何看 你也說得挺對 是少少的節能環保概念 只有少少 因為本身 海螺創業來說 就是安徽海螺的母公司 它都是這麼銷售的 其實主要的業務 你計收入的範疇來說 有六七成是來自安徽海螺的收入 另外三四成 就是來自一些所謂的環保概念 環保概念裡面 其實大家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它都有幾大部份是所謂的余熱發電 其實就是安徽海螺製造一些水泥的時候 有一些熱能發電 這個業務來說 在香港上市的股份不是太多 但其實在內地來說是挺普遍的 其實集團在新股上市 在roadshow裡面都有去銷售自己 有做垃圾發電 但問題是垃圾快電現階段的規模比較小 你這樣去看的時候 有少許最近炒水泥股的概念 再加上環保概念 所以導致股價都有一個抽升的情況 這隻來說我建議今天都上升到17元 如果新股部署來說 如果你有抽到的話 我建議起碼一定的profit 如果你是不想買的話 你後低起碼15元以下才留意這隻股份 暫時去看這隻都是要部署中線 是比較好一點的 好,都建議先行獲利 Harrie,謝謝你這麼詳細的分析 又和你做一個申報 剛才說的股份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的 謝謝你,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有直播的環節 不要走開,稍後回來再繼續談